全球第二例 艾滋病痊愈 英国献宗 自然期刊上发表的一篇研究 详细记载了一位病患 在伦敦接受治疗成功痊愈的案例 这位病患现在的艾滋病况 已经进入了缓解期 根据美国CNN报道 该名男子是伦敦的病患 同时也是自十几年前柏林病患 宣布检测不到艾滋病毒后 世界上第二名被治愈的病患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 两名男子都是在接受骨髓钙细胞移植后 给癌症治疗带来了新的里程碑 两名患者的情况都是接受了 来自捐赠者的干细胞 这些干细胞因为罕见的CCR5基因突变 而具有抗艾滋病的特性 艾滋病通常是透过在免疫细胞表面的CCR5 进入其他细胞 但是对于突变的CCR5蛋白质 艾滋病毒无法是别和结合 据纽约时报报道 移植的免疫细胞 取代了这位病患的脆弱细胞 并在没有任何有害副作用的状况下 医好了癌症 病患人持续服用 抗逆转入病毒药物 直到2017年9月停药 卫报报道 过去的18个月以来 患者的血液已经检测不出病毒 国际艾滋病协会理事长Anton Posniak表示 这项发现再次证实艾滋病是可以治愈的 他在卫报采访中表示 希望最后能够研发出一种安全 经济且简单的方法 利用基因技术或抗体技术 治愈艾滋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